大家好,我是家君阿姨 今天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起来爬山了 今天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红桶桶万岁 今天天气格外的好 晴朗的就像我们的心情 蓝天下的山峰红绿相间 甚是好看 这是茶棚 别看他简陋 他盘踞要地,四通八达 在旅友们心里的地位是不可取代 今天我们赵丽又都坐下来 在这儿歇脚喝水开玩笑 你好,家君阿姨 家君阿姨,你好啊 好啊,大家好 家君阿姨真老 讨厌 多冷点啊 这儿哪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刚才翻过了虎头山 还有崔薇顶 我们今天的旅程从现在开始 从茶棚这里开始 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到南麻长水库 这是我们的领队 老羊 从这儿进去到南麻长水库 从这儿下去 这叫山腰,走腰 哦,这位置叫山腰啊 对,走腰 叫走腰 它是一个老虎 所以它最有经验 这是黄炉 也叫元宝峰 看这山里的红叶多好看 这条小山路 简直就是红叶之路 今天天气好 爬山的人也多 我们走在窄窄的山路上 这儿有点背阴了 待会儿带您感受一下 趋近通幽的感觉 那就是南麻长水库 藏在小溪山里的一颗明珠 再换个位置欣赏欣赏 山上的游人呼朋唤游 也要到这个位置来观赏红叶和看水库 我们已经到达南麻长水库 看这儿的芦苇多漂亮 这是水库的北岸 一会儿我们要走过大坝 转到南边去 这就是南麻长水库 波光凛凛 万山红叶 对面这座山就像是一道屏障 隔出了两个世界 平时啊 这边特别的清静 那边就比较喧闹 在山的那边就是香山公园和西山森林公园 现在是红叶最旺盛的时期 所以这里头也比较人多了 这个房子闲置很久了 大坝下的西南角是个神秘的地方 平时我们很少来 上边就是南麻长水库大坝 下边这儿还做了一个景观 等到它泄水的时候 然后这个龙也会喷水 我属虎和老龙合格影 从不同的角度看大坝 年年累不累 累 对呀 采访你一下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 谢谢收看 欢迎您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